我们现在不难看见 地壳因为不断的被拉薄 使到海长升高 但是在海岸边缘地区 却被拉下海洋 当能量累积到顶点的时候 更会把地壳拉断 这就解释到 为何今年一些远海的地区 会出现大型的滑坡现象 也解释到大型地震出现的原因 哈喽 欢迎收看GoGoAnna 今天我们会来看一下 正在不断自我膨胀的地球 相信大家都知道 地球分为七大洲五大洋对吧 但是你们又知道 它们是怎么样形成的吗 原来据说 在一万年前 大半个地球都是海洋 并且存在着一片 称为Promgear的陆地 可是呢 随着时间的推进 地球慢慢的扩大 慢慢把那片陆地分开了 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洲 大家可能很好奇 原本是连在一起的地壳 为什么会轻易被分开的呢 原来啊地球是一个几千年 就会扩大一次的行星 每当收到外面信息引力所导致 就会让太阳系内所有的行星 包括地球的能量增加 从而让地星产生了新的物质 导致到地球扩大 那么到底地球的表面是如何扩大的呢 其实啊 在地底上 有一个表皮效应 我们以吹气球为例吧 当人在吹气球的时候 气球内部的气压就会不断地增大 使到气球的表皮不断地被拉薄 而这个气球就好比我们处生的地球 当地球不断被扩大的时候 就会影子到表皮的效应 地壳就像包裹住地球的 一块很大的塑料膜 地球会因为内在能量增加而膨胀扩大 所以啊 我们现在不难看见 地壳因为不断地被拉薄 使到海长升高 但是在海岸边缘地区却被拉下海洋 当能量累积到顶点的时候 更会把地壳拉断 这就解释到 为何今年一些远海的地区 会出现大型的滑波现象 也解释到大型地震出现的原因 同时啊 当地球不断扩大的时候 地星所制造的淡水 会从地壳的边缘涌出地面 转转间流入海洋 而淡水比咸水的密度低 所以呢 淡水会浮晒海洋的表层 而在太阳热地底下 淡水比咸水 更容易被蒸发成为云层 使到地球的云量增加 这个也是为何 今年世界各地 都会经常出现 百年一遇的历史性大暴雨 洪水 还有临时流等等的灾难 在最近几年 有不少的历史 也能够证明地球扩大论 如果地球表面 因为内部的力量而被拉薄 地球板块便会变得松软 地面的烧土会向下陷 从而产生的天空 现在啊 就让我们看一下 不同的正式历史吧 在2016年的11月16号 湖南长沙越历区 地面出现了大坑 大坑的直径 大概两公尺 被发现的时候 仍然在不断地扩大 已经变身 一天之后啊 天坑吞掉了一座 两层高的房子 包括了屋前20多核树 还有部分的菜园 到了18号的中午 天坑直径大概30公尺 剩14公尺 往里面探索 完全看不到房子 一丁点的踪迹 就像一个无敌的深渊一般 另外在2015年10月23号 美国的怀恩民修 比格霍恩山 发现了一条 估计长686米 宽46米的巨型裂缝 有人称 这道裂缝为裂纹 也有人说 这个是地球上一个 很深的裂口 地质专家 Sith Whitaker 推测以及警告 裂缝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 还不仅无止 在两年前的2019年9月24号 日本海商把恩厅表示 北海度北部一个无人的岛序 被确认 突然完全消失在海中 据海商把恩厅 经过4个月的调查 确定在2019年的4到5月期间 距离北海度北部原岸 大概500公尺的北比小岛 啊 是比比小岛 它呢已经因为讯息而消失了 沉没在海水以下 仅留下了部分的浅滩 还有就是一些原岸的地带 的整片滑坡现象 比如是加拿大 莫克断崖 英国康沃尔地区 北部三崖跌入海中 以及格拉莫根古三崖跌入海中 导致到鸦片的房屋 细细可危 除了以上的现实情况之外 在2015年1月16号 有发现指出 越南连接美国的一条海底电纳 突然断裂了 导致东南亚部分地区的互联网 浮物缓慢 事实上啊 关于海底电纳折断的事件 实属罕见 在没有地震的情况下 也突然断裂 就更加证明了地球正在扩大 从上述的例子可见 天坑 滑坡已经成为了新的常态 地球表面只会不断地扩大 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透过地球扩大论 就能够解析到 为何水平面会不断地提升 甚至威尼斯 马尔代夫 上海等地 也有可能面对路程的危机 原因并非如专家所言 因着温室效应 海水深加速导致 而是因为地球内部的能量加强 地壳被拉薄 而海长因为地壳拉力而被升高 又出现了很明显的水平面 以及将要发生的路程危机 原来不单单是地球正在扩大 就连同太阳也在扩大 在2011年11月的期间 美国太空总处负责观察太阳的人造卫星 拍摄到太阳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这一条巨大的太阳裂缝当中 使太阳的表面不断发出一道大的火墙 这些火墙高达数十万公里 而这一道裂缝的总长度为100万公里 比太阳的半径长度还要长 也就等于是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的三倍之多 这一道裂缝很可能是因为太阳膨胀而导致的 由于太阳是由气体所组成 当太阳因为扩大而出现裂缝之后 这一道裂缝却会随着太阳的气体重新融合而慢慢的消失 由此可见 不但是地球内部的能量增加 而是整个太阳系也因为外部引力介入出现了性体膨胀 相信有留意我们分享的观众 也一定知道 科尔布林里面所记载的尼比鲁 已经是逐步的避进地球了 在往后大家可以留意到 当地球不断的被扩大 天坑土地液态化情况会加剧 同时因为板块活动增加 地震的密度以及强度也会提升 而暴风雨水灾也会加剧 特别是直到热带地区 因着地球自转 敌心力的原因直到海水集中在于直到 再加上 原本已经经常受到暴雨跟台风训息 水灾自然会变得更加严重还有频繁 甚至会出现水振不退的现象 当以上的情况开始频繁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尼比鲁已经十分地逼近地球 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准备 去面对这个巨型星体 所带来的灾难以及影响 好了 那么这一次的提问是 你们觉得7月份 中国郑州遇上5000年一遇的大暴雨 是否间接与地球扩大而成有关的呢 A 觉得是有关的 因为海水淡化 导致到水更容易的蒸发 还是B 觉得无关 这个只是巧合 刚好是台风烟花 还有查伯克 互相影响而已 帮你们想法在下面留言区告诉我们吧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出去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